哈喽大家好 今天揪一道鱿鱼炒碗稻 這碗稻一包 蒜頭五個 混蘿蔔一根 鱿鱼兩隻 現在先把菜碼切一下 蒜頭切片 OK 現在就大家切魷魚 先把這草草切出來 再把這個割開 這樣先卸的 再這樣 等一下會變花紋煮出來 再把它分一半 打磨開起來了 等著你的水滾了 這樣 這個水滾了 就把這個 魷魚倒下來 過一下水 現在把它 過好了 這樣 撈出來 OK 現在水滾了 再把紅蘿蔔鍋倒下來 OK了 現在它沒滾了 我們把它倒出來 現在把鍋再開起來 OK 等這個鍋燒熱了 放油下來 先把蒜頭放下來 先把蒜頭放下來 爆薑 先把蒜頭放下來 爆薑 先把蒜頭放下來 爆薑 放下 放下 放點火薑 放點火薑 放點鹽巴 蠔油放兩條 油 油 麻油 再换一点点火丢回 换一点点糖 可以了 炒好了 鱿鱼炒网到是不是非常漂亮 我肚子都饿了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想预约我去我的平台 下次再见 拜拜